19号,77国集团和中国发表声明赞赏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但同时美国近期则频频指责世卫组织工作不力 并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捐资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的例行记得会上表示 美国的言行是典型的霸权心态 而中方会继续支持世卫组织 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之际 77国集团和中国专门发表声明 肯定并支持谭德塞总干事领导下的世卫组织 在抗击疫情中的领导作用 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 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集体诉求 刚爽提到,最近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分别表态 明确支持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等方面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美方的言行显然不得人心 美国自视世卫组织最大的出资国 认为世卫组织应该听起指挥 这是典型的霸权心态 世卫组织坚持客观公正 对美方不予迎合 美方就停止捐资 这是典型的威胁和讹诈 耿爽强调,一方面希望美方不要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 世卫组织为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挥领导作用 这对取得全球抗议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最后看到电音員值得 diagnosis 付商机 香港冠苹